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十全賽車 佛春達 剛才有去試造光陽AK550 這一部是一部 台灣大型蘇克塔裡面 非常難得的一台摩托車 剛才我在騎的時候 它有非常輕盈的運動性 看起來是機構上 它的協調性看起來很俐落 但是沒有騎上去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掌握到 它那種非常靈敏的那種運動表現 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 然後再加上它整個操控又有兩個泡的部分 在一般的倒路騎車的時候 使用一般模式的時候 蠻輕鬆的 使用動力模式的時候 又有那種覺得 娶那個 400級的 大型擋車的那種感覺 達哥那可以針對 AK50這台車 從你專業的角度來看 這台車你覺得 如果以實權計言來說 你們可能會想要 投資哪幾個產品類別 或是什麼類型的東西 是你們想要去發展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我們思考產品的話 要來自於市場需求 那以我對大型斯科達的了解 就像母系大車我也騎了 是幾年經驗來講的話 目前以我的年紀 比較適合在便利性使用的產品 那這輛車我剛才在TESTO試程當中 我覺得這個擋風晶片沒有做一個 比較快速的調整機構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蠻可惜的 那我剛才有跟那個 我們媒體的使用者來討論一下說 這個車風晶要整個處理 提到說是要整個拆開的 那我覺得說 當然這個是比較不便利的一部分 另外來講 像我們東方人 本身腿是腿 腿長就是比較沒有西方人來的長 那本身這輛車的座高 又比較偏向高一點的 這種運動選手課達 那在停車的時候 再加上引擎置中點是 是屬於在我們跨下的 那我們要把它做停車的時候 其實在下車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蠻危險的一個動作 如果今天有一點去卡到的時候 整個車就會倒掉了 那我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能坐在車上的時候 就有辦法使用一個機構把它立起來 還是我在下車的時候 我可以更簡單的 然後不要用我右手去扶著車子 能很快速的就把這輛車 用中出的停車就要把它停好 這樣會比較安全 那所以 以車樣的定位在38萬這個級距來講的話 正常來講 以我能對大型車的了解的話 會有比較能力的購買 購買能力的市場 跟客戶需求的話 會比較集中在這個40歲 一直到50歲這一段 那我們再加上其實 如果要把這個車安全的停好 可以靠建設到安全的部分